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关,这本QQ 欢迎支持千六哥 这些课程呢,是面纱的一种解析 用的原码是还是这一款 然后呢,主要就讲一下 我们永远控除了抓机,挂网码 或者是捆绑 这一类的体积要大一点 那如果你是发给朋友啊 或者是一种什么模式的添加后门啊 捆绑啊什么,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换一下他的这个 把它换成当bug 给它清除一下,再组件 好,然后它体积会大多少 我看一下,它体积没有变大 那我们给它切换成这个镜塔 然后这个 嗯,这个模式不行 因为它原本是这一种模式的 那我就给它换成这个模式的 直接编译一下就行 然后这种面纱呢 好处 不知道怎么给你们讲 好处是非常多的 那我就给它改成原来这个 再组件一下 然后把它换成一个 这个当bug模式 然后我们生成出来 然后直接给它用手的 主要就是发给朋友 然后达到一种长期免杀的模式 哇,它再上传了 这款眼控已经差不多 快被完蛋了 这个就不看了 看着,它还是报读了 那这种情况下,对吧 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下工程 就把它原本的这个工程拿来用吧 因为它原本的这个工程 是用的一种风 就是属于在一款软件里面 插旧代码的模式 扶着一下 然后直接逐件 粘贴 在这里有错误 看一下它是免杀的 然后给它 然后给它 看一下 换成静态的 逐件 好了 那我们再给它 烧一下 直接生成出来 然后再烧一下 因为它原本工程属于一种软件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模式形态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为了扰乱 然后达到一种免杀的形态 再烧一下 再烧一下 等一会儿 嗯 没有办法了 它这个已经彻底被碗烂了 你们只能再去找个新的工程给它换 我就不找了 这里只是讲一下方法 好了 那本节课程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我们不在关注 我可以带你 我可以带你 我可以带我